近日,林月,宋威龙,和润冬主演的新剧正在热播中,在剧中和润冬和小胖二十多岁的宋威龙演情敌,共同争取着林月所饰演的女主的芳心。 可这部剧刚开播不久,和润冬就遭到了大量的吐槽,和润冬这次被吐槽的原因,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剧集的造型实在太辣眼睛,以及他还在和香翘二十多岁的年轻演员呆戏,演他们的同龄人。 和润冬的剧中一出场,就穿着黑色镂空网状T恤,再加上皮衣外套和紧身裤,一套沙玛特造型颇具年代感,再加上稍显浮夸的表演,确实有点让人感觉出戏。 不少网友看了几集电视剧后,就已经忍不住开吐槽模式,不仅对剧集失望,还惊讶于何润冬还在演着霸道了游泥大哥。 除此之外,更有网友表示,看到何润冬想自戳双目,直言何润冬演技变缠,何润冬也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影视剧中的男人造型被吐槽了。 早年间何润冬在《风云》中一头蓝色爆架头中二的造型,成了洗剧锤的代表作品。 但抛出雷人造型,风云中的何润冬,也确实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。 何润冬的游泥标签,一直是被网友讨论的最多的,这来源于诸入中年后的他,一直没放弃演霸道总裁之类的角色。 当年他演的《泡沫之下》里的欧尘,收到的负评就不少。 之后何润冬演的《璀璨人生》,与送献他的美丽的秘密,更把他推向霸道总裁剧的《游泥顶峰》。 何润冬还出演过电视剧版的《小时代的功名》。 对比电影版的《封小月》,仅容所演的《功名》,何润冬确实在外形上稍稍适色。 不过毕竟也在演艺圈打拼了这么多年,何润冬还是得到过演技上的热可, 特别是当他跳脱出霸道总裁,选择更符合他的年龄段的角色时。 比如他演的《三国礼》,那个勇猛杀敌的吕布,就给许多人留有深刻的印象。 还有前几年开语,私立合作,那年花开乐正元,他饰演的无凭一角,影视圈粉无数。 只是在这部剧后,何润冬似乎进入了事业瓶颈期,一直男友嫁作。 而在和女友结婚后,何润冬也难逃中年发福的困境,一张出席活动的现场照, 让许多人惊讶于他的变化,曾经酷爱健身的他,也有了脚胖的迹象,甚至发记性也越来越厚移。 女演员的中年危机一直被讨论的颇多,但是在像了何润冬这样的男演员身上,中年危机也同样存在。 何润冬在演艺圈打拼多年,如今也已经45岁了, 现在在有三剧难免会有违和感,可当他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的时候,其实也可以焕发出他的光彩。